大家好,我是倫敦 現在玩的遊戲是寶可夢珠子 又有新的序號可以領 小點的潤水鴨 序號應該就是這個 P-O-T-I-A-S-T-P-A-R-T-N-E-R I不能打,只能打E 這樣 把一隻混水 兩個獎章這樣 然後那個6月1號 2號有那個 略見音序號 6月好像 還有一兩個禮拜 他這次領取期限超長 半年有沒有 11月30 應該有半年吧 超長領取期限 上一隻那個暴力龍也蠻長的 6月30 快一個月 記得010 然後好像 這次比賽是不是沒有給序號 還是因為有潤水鴨就沒了 5月19的比賽 那我領起來 那現在 還有人留新聞的嗎 還要再講一次 那個領神秘禮物 的話那個 新聞會被蓋掉 現在新聞傻 我已經都蓋掉了 如果還有留的話 就斟酌一下不要理 我聲音是不是又跑掉了 等一下 還是跑掉就跑掉了 不管了 不管了 為什麼我的聲音每次都會跑掉 為什麼我的聲音每次都會跑掉 XR就7 TPAR TNER是什麼 應該沒打錯吧 小點的潤水鴨 小點的潤水鴨 這隻應該 應該可以進化吧 這隻應該不會有人拿來進化吧 小點的潤水鴨 新葉苗還有一隻呆火2還沒送 立可的新葉苗 呆火2不知道什麼時候送 等級5喔 好歐 等級5 然後看一下獎章 經典獎章 跟同伴獎章 小點的潤水鴨 應該就 這比較特別吧 然後 那個初訓家是小點這樣 其他跟普通潤水鴨應該差別不大 那差不多這樣啦 記得那個領取期限 之前可以領一領 新葉苗也還能領到9月30 暴禮龍到6月30 其他還沒領的可以看看要不要 領一領 或是還想留新聞的就記得 領取期限之前領起來這樣 OK那差不多就這樣 拜拜 拜拜